外界瞩目的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23號將在金華酒店登場 雙方將就醫療衛生 青年交流 智慧城市和交通文化等議題 進行討論 主題展現活力城市 上海市長楊雄無法出席 排除代表是上海市委常委沙海玲 為了表示說對台北的尊重 就派個比副市長大 沙海玲是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統戰部長 他與台灣關係不錯 曾多次來台 上個月才接待訪問上海的北市里長團 沙海玲也是在兩岸520極動之後 大陸赴台的最高層級官員 兩岸一家心中比兩岸一家酬好 統戰在台灣是污名化的名詞 可是你說以大陸那一邊 他就覺得這兩個是滿正常的 所以想這雙方 這就雙方的這種文化上的隔閥 柯P結合雙城論壇議題 巧妙用文化隔閥來破除刻板印象 22號將以東道主身分 宴請上海代表團 並將親自出席雙城論壇致詞 對等尊嚴 所以他如果是這個類伙來 我們到時候就 副市長跟他同一個類伙去處理 520之後幾乎兩岸來訪幾乎都凍結了 我們總要有一個解凍的地方 在兩岸斷線的此刻 蔡總統得不到回應 由柯文哲拿下發牌權 如何增進善意 並且破冰是更務實的方向 記者程序裏 李璇璇 SNG小組 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 李璇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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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